第十四课 一 听力理解练习 一 听下列句子选择正确答案 生词 保存 一 我不能不戒烟了 我一抽烟就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在办公室抽 女同事不高兴 在家抽 太太不高兴 她为什么戒烟 二 上星期 我还在电影院遇到了他们俩 怎么这么快就离婚了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三 当我发现红灯亮了的时候 立即就停车了 可是已经晚了 警察罚了我一百块钱 说话的是什么人 四 昨天我坐在电脑前工作了一天 下午突然停电 文件没保存 整整整一天的时间都浪费了 你说倒霉不倒霉 什么事让他感觉倒霉 五 那个人真可气 开车撞了我 不说对不起 还说我开得太慢 说话人为什么觉得那个人可气 六 衣服大一点不要紧 鞋大了就不行了 还是别买了 下面哪种情况对 七 给你名片的那个人是张刚吗 我差一点没认出他来 说话人是什么意思 八 他怕妈妈担心 故意告诉他 弟弟已经来过电话了 下面哪种情况不对 九 这次看样子不会再有好运气了 不会再有人把包给我送回来了 下面哪个句子对 十 太幸运了 要不是旁边正好有张桌子 奶奶就摔倒了 下面哪个意思最合适 二 听下列对话 选择正确答案 一 你为什么不跟大家去听音乐会 是不是没有票 我觉得听那样的音乐会是浪费时间 女的为什么不去听音乐会 二 二 你要是不说话 没有人能看出你是韩国人 所以有一次一位中国老人跟我说话 我不懂他说什么 他以为我不想跟他说话 生气地走了 下面哪种情况对 三 这次因为什么被罚 嗨 没系安全带 平时也常不系 都没事 二 女的是什么意思 四 我每次来你都听这盘CD 要是我早听够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盘 听一百遍也不够 女的话是什么意思 五 出发的时间变了 比昨天说的早一个小时 你告诉别人一下 山田和玛丽我可以告诉 但是约翰去朋友那儿了 他说直接去学校 下面哪种情况可能会发生 六 约翰 你忘了你昨天说什么了 没忘 我不是故意迟到的 我的手表慢了一刻钟 下面哪种情况对 七 七 没想到 没想到他这么喜欢看电影 可不是 一有新电影他就看 他们俩在说什么 八 怎么这么糟糕 现在就这么堵车 上下班时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每天上午这个时间最堵 中午和下午好一点 现在是什么时间 九 那天我坐出租车时 听司机说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个人喝酒喝多了 上车以后对司机说了一句 我要回家就睡着了 司机想 我知道你家在哪儿啊 所以抽了一支烟以后 对那人说 到家了 那人真的下车了 我昨天也喝多了 手机丢在出租车上了 下面哪种情况对 十 快帮我找找眼镜 你看看 是不是掉在什么地方了 你自己把眼镜放在床边上了 怎么忘了 下面哪句话对 三 听对话和短文 做练习 对话 找钥匙 声词 上衣 口袋 桌子 沙发 简 指甲 靶 锁 马虎 一 听第一遍录音 判断正误 诶 我的自行车钥匙呢 你平时都放在哪儿 好好找找 裤子和上衣口袋 我都找了 都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 会不会放在别的地方 不可能放在别的地方啊 你来帮我 在屋子里找找 我找过了 桌子上也没有 看看桌子和沙发下面有没有 怎么会掉到那儿去呢 我昨天晚上坐在沙发上捡指甲 应该就在这儿附近 找找看吧 你看怎么样 我说不会掉在这儿吧 钥匙钥匙丢了就麻烦了 门钥匙也在一起 那就得换锁了 你快去买一把锁来吧 不行 累死我了 我先休息休息再去 哎哟 什么东西这么硬啊 怎么了 嘿 太有意思了 钥匙找到了 在哪儿找到的 就在我裤子的口袋里 你不是说都找过了吗 我忘了我裤子后面还有个口袋呢 你这个人真马虎 叫我跟你着了半天急 二 听第二遍录音 选择正确答案 哎 我的自行车钥匙呢 你平时都放在哪儿 好好找找 裤子和上衣口袋我都找了 都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 会不会放在别的地方 不可能放在别的地方啊 你来帮我 在屋子里找找 我找过了 桌子上也没有 看看桌子和沙发下面 有没有 怎么会掉到那儿去呢 我昨天晚上坐在沙发上捡指甲 应该就在这儿附近 找找看吧 你看怎么样 我说不会掉在这儿吧 钥匙钥匙丢了就麻烦了 门钥匙也在一起 那就得换锁了 你快去买一把锁来吧 不行 累死我了 我先休息休息再去 哎哟 什么东西这么硬啊 怎么了 嘿 太有意思了 钥匙找到了 在哪儿找到的 就在我裤子的口袋里 你不是说都找过了吗 我忘了我裤子后面 还有个口袋呢 你这个人真马虎 叫我跟你着了半天急 1. 男的觉得钥匙可能在沙发附近 是因为 2. 自行车钥匙丢了 丈夫为什么那么着急 3. 如果男的不做什么 就不可能找到他的钥匙 3. 说一说 这个男的做了什么马虎事 短文 七书与电脑 声词 书 操作 输入 拼音 完全 字形 不 工地 熟练 程序 1. 听第一遍录音 判断证悟 我七叔 人很聪明 虽然 他没在学校 读过几天书 可是 他一直喜欢看书 多少年来 一直没有停 在中文电脑 使用的 还不太多的时候 七叔靠自学 学会了中文电脑操作 中文电脑最容易的一种输入方法 是汉语拼音输入法 可是 我七叔没学过汉语拼音 在这种情况下 要他从汉语拼音开始学习电脑 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聪明的七叔 选择了 用字形输入汉字的方法 他没参加过学习班 也没有请人教过他 他买了一台电脑 买了一套软件 看着说明书 一步一步地学 每天 在建筑工地 工作了差不多 十个小时回家后 他不看电视 不去逛街 随便吃两口饭 就关上门 坐在电脑前面 学起来 一年以后 他学成了 现在 除了能熟练的操作以外 还学会了编写建筑程序 并用它来帮助自己工作 每次有人 跟他谈电脑的时候 他都会说 中文电脑真好 2.听第二遍录音 回答问题 我七叔 人很聪明 虽然 他没在学校 读过几天书 可是 他一直喜欢看书 多少年来 一直没有停 在中文电脑使用的 还不太多的时候 七叔靠自学 学会了中文电脑操作 中文电脑 最容易的一种输入方法 是汉语拼音输入法 可是 我七叔 没学过汉语拼音 在这种情况下 要他 从汉语拼音 开始学习电脑 是完全 没有可能的 聪明的七叔 选择了 用字型输入汉字的方法 他没参加过学习班 也没有请人教过他 他买了一台电脑 买了一套软件 看着说明书 一步一步地学 每天 在建筑工地 工作了差不多 十个小时回家后 他不看电视 不去逛街 随便吃两口饭 就关上门 坐在电脑前面 学起来 一年以后 他学成了 现在 除了能熟练的操作以外 还学会了 编写建筑程序 并用它 来帮助自己工作 每次有人 跟他谈电脑的时候 他都会说 中文电脑真好 一 七叔上过多长时间学 二 他为什么选择 自行输入方法 三 他是怎么学会 使用电脑的 四 他什么时候学习 二 语音语调练习 一 听后选择你听到的句子 一 这种方法已不使用了 这种方法已不使用了 二 这里有很多古迹 这里有很多古迹 三 他好像走进了幻井 他好像走进了幻井 四 他不给小李换气的机会 他不给小李换气的机会 五 我手里拿的是化石 我手里拿的是化石 六 这个城市是个古都 这个城市是个古都 七 孩子们不喜欢这个话题 孩子们不喜欢这个话题 八 这里有很多花秧 这里有很多花秧 九 弟弟不了解国事 弟弟不了解国事 十 他们在共读一本书 他们在共读一本书 二 听下列句子 注意句中的停顿 并说出你对句子的理解 一 四审回到家看到门没有锁 生起气来 二 我再想也想不出来 你就别为难我了 三 你认为你不说 我就不会从别人那里知道吗 四 你知不知道 我最不喜欢话没说完 就被挂电话了 五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邀请了赵小姐 六 我骑自行车 都比你开车快 七 你不想想 旧衣服 别人能送给你吗 八 孙静说得对 孩子的事 还是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课外练习 听短文做练习 哪一边是头 声词 导盲犬 屁股 一名游客 在旧金山街上 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盲人 带着一只导盲犬 过马路 那时 马路上 车很多 那只狗 应该 提醒盲人 可是 它没有 盲人 被车撞倒了 还好 没有被撞坏 盲人 慢慢地 爬起来 走到 马路对面 拿出一块 狗饼干 给狗吃 那名游客 觉得很奇怪 就问 这狗 没有帮助你 你怎么 还给它东西吃 盲人听了 不紧不慢地说 我正想打它一顿 给它饼干吃 就是想知道 哪一边是它的头 哪一边是屁股 一 听后简单回答问题 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哪儿 二 那是一只什么狗 三 盲人 为什么给狗饼干吃 二 问问你的中国朋友 养不养狗 养的话 让它讲讲 它的狗 没养的话 问问它为什么 下次上课时 讲一讲